好,在前面我们学习了那个对象与内的创建方式之后呢 今天我们就把那个思路整理一下 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背后还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创建对象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对象致命量的方式来创建对象 然后这种方式呢,就是说你每次创建一个 如果你创建不同的对象的话,你就可以多写 但是如果你创建相同的对象就是结构一样 比方说都有name,都有age这种属性的对象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创建同样的东西 就只能是重新写一并,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是不是啊?那不行的话,有这个确定 有这个确定之后呢,就我们就采用了一种 称之为对象工厂的方式呢,来创建对象 就把这些重复的代码呢,就放在一起 然后就调用这个函数来创建对象 那么解决了那个对象,就是类似对象的一个创建的问题 但是呢,同时也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属于这个对象共有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对象我们都知道是有方法的,是不是? 那些方法的东西其实对象共有的东西 那么这种方法的东西的话呢,如果你每个对象也重复存在一次的话呢 那么就无形的中心会占用更多的内存资源,是不是? 这个不太好的,而且同时还有一些默认的数 特别是有默认值这种属性,比方说我们前面举个例子 那个人的头的数量,这种共同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变化的东西呢 你还是搞得每个对象都有一个的话呢 就又浪费了一点空间,是不是? 好,那么呢,就会这种方式呢,能解决那个对象创建问题 但是也有缺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创建了一种函数 函数创建的时候呢 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用这种纯粹的类似顶 嗯,点A级啊,点内容这种通过类似的方式加属性 以及加方法的话,加方法的话呢 跟那个对象工厂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是不是? 他也是每一个对象,你用一个person之后呢 每个对象都是有自己的A级,内容以及他自己的方法 本质上跟他没,没区别 那么他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你利用这个函数来创建对象的话呢 因为函数它会有这个prototype prototype那个属性啊 这个叫做软型属性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软型属性里面加一些共有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共有的一些有默认值的一些属性的方法等等,是不是? 所以整个人思考了一个逻辑过程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势 当然他这个地方最优选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创建一个类 然后呢,每个属于类的一个 属于对象的那个实力的成员 就是互相创建了之后 两个对象之间互相不干扰的东西呢 就是内容A这种东西呢 就放在这个用类似的方式来创建出来 如果是如果是共同的东西的话就放在软型里面 比方说默认属性的方法 这是自己有型的方式 整个整个逻辑的话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了解一下prototype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呢写这张代码 把它测试一下 软型我们就看一下 person person 点prototype person写错了 好,你可以看到 他返回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好像是一个对象一样的 而且这个对象里面的成员 你看一下 有我们自己刚刚加的那个head count 同时还有一个constructor 一个构造器 它的值呢指向的是person的本身 这个地方 大家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我们下节课在弄的 也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啊 prototype 我们把它再一下 prototype呢 什么东西会有这个prototype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是什么呢 只有函数才会有prototype 比方说我们person是个 person是个函数 是不是 他有prototype 如果别人你定一个b量 别人 他可以有没有prototype呢 他是没有的啊 也就是说只有函数 比方说你谁定定一个这样的函数的话呢 他也会有prototype 只有函数才会有prototype 然后prototype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函数 我们都知道函数其实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既然是对象 他就有属性 所以说函 这个prototype呢 是函数的一个属性 而这个属性呢 指向的是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的结构呢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我们用个图来表示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这里是一个函数 函数内部呢 有一个 你把它当成一个对象的话呢 比方说我们把那个prototype放到外面啊 他这个地方呢 就指向的是一个这样的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我们刚才看的话呢 依照我们刚才看的效果里面 他有一个construct 既然是对象嘛 都会有构造器是不是 构造器其实指向他的那个函数嘛 是不是 construct这个属性 而这个construct呢 又指回这个 函数本身 同时呢 我们在案例里面的话 就会把那些共有的东西 就是利用那个函数创进出来的对象 所共有的东西呢 就会放在这个燃型 对象里面去 这就是那个构造函数 与函数的prototype的一个关系 是这样的啊 那么说到这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 它那个内层的处理结构是怎么样呢 我们画个图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一个person的类 person的类 然后它里面呢有自己的一个A级属性 有自己的一个类母属性 同时这个person呢 它有一个隐藏的 这个不是也不叫隐藏的 是不是 它会自动的就是JS语音 自动会帮我们在创进这个person函数的时候呢 就会加一个prototype属性 我们就把prototype放在这里啊 因为它有点特殊是不是 JS是自己加的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放在外面里 然后这个属性呢 就指向的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它有一个最开始的时候啊 函数创进的时候呢 你给那个prototype加了个对象 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个construct construct那个成卵 这个对象里面 它自己有一个属性 是不是 这个东西呢 又指回去 因为这个对象是依附着它的嘛 所以它的构造器就是这个person 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构造器 创进了两个对象 一个是P 一个是P 然后这个对象呢 因为这种 这个属性是类似的形式创建出来的 类似的形式创建出来 所以这两个对象都有自己的一个 A级 有一个内母 这里也有一个A级 有一个内母 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几个图啊 这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的话 是不是这个东西呢 好像一脚踏恩船的一样子 它有这个东西 啊 有它 是不是 好像是个核心地位 是不是 但是本质上你看一下啊 本质上我们换一种思考思维方式 最终认识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因为你创建出来的那个对象 P 以及另外一个对象 P 其实跟那个内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没有啊 因为 因为它自己有自己的内母A级 然后如果它共有的东西呢 是不是放在软性里面去了 软性是不是也是个对象 所以本身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最开始的时候 内好像是一个核心的地位 是不是 一脚踏恩船 那后来呢 跟它 压根就没关系了 而是变成了两个呢 跟它有关系了 是不是变成这样的结构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软性属性的一个作用啊 记住一顶 Prototype 只有函数才有 而且它是一个对象类型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印证一下啊 就是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Type of Type of Person的 点那个Prototype 它就是个对象 是不是 当然有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 从那个P 因为我们运行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最开始说输出 P点 它的Count 是可以输出的 那么你怎么样 从对象的层面来找到Prototype呢 还记住那个关系 对象的构造器是什么 是不是那个Person函数 而Person函数 是不是也有一个Prototype 是不是这样 那就可以再找到HeadCount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就先把软性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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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